这段时间南岸区的小王后悔不已 他沉迷网上赌博 从赢钱到输钱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务 小王今年24岁 平时喜欢玩手机 去年8月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王在手机上进入了一个叫 百家乐的网上赌博平台 抱着试一试心态 小王拿了一点钱到网上赌博平台去下注 没想到竟然还赢了钱 看到赢钱这么容易 小王开始加大赌注 一天输赢金额就有好几万 到了去年底 小王已经输完了自己的积蓄和借来的钱 为了尽快捞回损失 小王通过手机APP找小贷公司贷款 很快 小王从小贷公司借来钱又输光了 眼看欠下的债务越来越多 小王只得告诉了家人 结果回来过后我给他理了一个15万 但是是他自己保留的那些贷款APP 最后再经过知识 你把它翻出来一看 然后中共是带了30家左右的APP 累积经额 目前一年之内要还的是19万 然后其他的都是连行长期的三年 应该是在2万块钱左右 现在中共他贷款是输了 贷款都是输了21万 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 为了帮小王还清赌账 小王的家人到处借钱 基本上把小贷公司的债务还清了 然而家人的无私关爱 却没有挽回小王 两个月后 小王家人又收到了小贷公司的催债电话 采访中 小王哥哥的手机就突然响起 他又接到了催债的电话 小王的哥哥无奈地表示 他的弟弟又开始赌了 旧债未平又添新债 小王的哥哥表示 一家人为了教育小王 让他戒掉毒瘾 还帮他分析了网上赌博的骗局 肯定是骗局 他是能力 他后天我估计的话 是有人操控 比如说你十个人一起玩 然后九个人是人机 另一个人是真正的人 然后比如说你亚达 九个人亚达 另一个人亚达 他也会把你摘了 小王的哥哥表示 在听了家人的劝告后 小王已经意识到 网上赌博就是骗局 决定不再赌博 好好工作 还清债务 好 感谢观看